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资料结构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资料结构 这个讲次我要跟各位继续介绍 注列与堆叠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已经讲过两个讲次 第一个讲次我们介绍了注列 第二个讲次我们介绍了堆叠 那么在这个讲次呢 我就会跟各位来做一个总结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讲次的大纲 这个讲次一样我列了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注列的应用 第二个重点是堆叠的应用 第三我们做一个总结 把这两种结构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我们在谈一个抽象资料结构 通常都是会用注列跟堆叠来做代表 那这两种结构也是在资料结构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一定要了解它们的特性 那么因为它们这两个呢 都是抽象的资料结构 所以对于什么是抽象的资料结构 也要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个抽象结构 我们最主要呢是透过对于这个结构 所表现出来的资料存取的特性来定义它 那么我们定义的注列呢 它所表现出来的资料存取特性呢 是先进先出 那么堆叠所表现出来的资料存取特性呢 是后进先出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复的这个复习呢 相信大家会把两个礼拜 这个之前所介绍的东西呢 再重新丢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比较轻松的来看看 这个应用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注列的应用 我们说注列 它既然是模拟排队的行为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要排队去使用资源的话呢 我们通常都会使用注列 比方说我们在网路上 它有很多的印表 很多的机器需要共用一部印表机的时候 到底谁的应该先印呢 当然是先发出需求的那个要先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一个印表机呢 用一个注列来表 来这个储存跟操作 各个列印的这个命令 另外 多人使用的电脑系统 我们现在都是使用个人电脑 如果你要登入到某一个电脑里头 去使用它的资源的时候 那么那么多人在用这个电脑 到底谁先处理谁的需求呢 也是一样 通常都会用一个注列这种结构 那么我们今天要模拟的是一个 银行柜台的工作 那么各位到银行或是到邮局一样 我们都是先抽一个号码牌 那么先抽一个号码牌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等待 看看哪一个柜台是有空的 柜台有空我们就赶快跑去 办完事情我们就离开了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抽了很多的号码牌 不是抽了很多号码 我们抽了号码牌 发现要我等18个人 我们有时候就会不耐烦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呢 这个银行的经理一看 我开了那么多的服务柜台 可是呢 一半的都在休息 这个时候他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不要让顾客抱怨 但是我又要让我的人力充分的运用 所以他就想怎么样用注列 来模拟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就是银行柜台的模拟工作 那么大家就排队 依序排队 其实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是实质上的排队 我们都是抽号码牌 那通常抽号码牌的机器 也会告诉你说 你还要再等几个人 那么服务柜台在这个地方 那么对于这个经理呢 他先要收集他的资料 然后他要分析他的状况 我们先看他分析状况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第一个呢 他的条件是每一个柜台都能够办理存款及提款等业务 如果你说这个柜台专办存款 这个专办提款 那就没有办法 他是每一个柜台 我们假设就是这两种 一个是存款提款 这个比较容易 那么他的目的是机动的调整 开放的服务柜台数 以节省人力 而且不让顾客久等 因为顾客等久了 他就会抱怨 这个经理呢 可能就不太好过 那么对这个了解了 了解这个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以后呢 他就去分析 他去分析 顾客抵达这个银行 第一个他可能运气很好 有空的服务柜台 他就直接到服务柜台去 对各位来说 可能你一进到那边 一抽个号码牌 刚好就轮到你 很开心就过去了 那么也很可能 而且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是要排入柱列等待 就是要排队了 就是有人在那边这个存他的钱 提他的钱 但是你就是要等着 那如果这个柜台 这个地方是以顾客的角度来看 这个地方呢 是用服务柜台的角度来看 如果服务柜台 这个人存钱 存完了 离开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柱列中有等待者 那么这个等待的人就去 如果没有人等待呢 那么这个服务人员呢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当然从经理的角度上 希望这种情形 发生得越少越好 好 那么就开始收集资料 我们假设有这6笔资料 第一个顾客代码1A 我用A代表一种的服务 可能它就是代表它的是提款 很简单 所以它到达的时间是5 所需的服务的时间 就是这一类的 它所需要的服务时间是3 3分钟 那么第二个人来的时候 他是在第12分钟来的时候 他需要的服务时间是5 一样一此类推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 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怎么样去模拟 好 首先 柜台就空下来了 第12分钟的时候呢 第二个人来了 他等待时间也是0 他马上到柜台甲去 在第13分钟的时候 第三个人来了 那么他不能够直接到柜台甲 因为柜台甲已经有人了 他要等到第17分钟才结束 所以他就开始等待 那么接下来呢 在第14分钟的时候呢 4A又来了 这个时候他是排在他后面 所以他是先来 先进到柱列里面 那么这是后来 所以这时候各位可以想 在第17分钟结束的时候 是谁先去接受服务呢 一定是3B 因为他是先来 然后4A呢是后到 所以这是第14分钟 又有人来了 那么接下来第16分钟的时候 5B又来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 这一段时间呢 人来的很多 虽然我们只是用这几个数字 可是等一下我们来看 这样可以做出一些数据 让这个银行经理呢 来做一个判断 好 5B来了 因为大概16分钟 那2B还是在柜台甲 好 这个时候他也是等待 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有三个人在等了 他每一个人都开始 这个银行经理就开始 看他们的等待时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 第17分钟的时候 这个 刚才的2B离开了 3B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3B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接受服务 他就到柜台里面去 所以他等待的时间是4 好 那么接下来呢 22分钟的时候 也是一样 这个服务柜台空出来了 所以4A呢 就去接受服务 那么接下来 在25分钟的时候 依此类的25分钟的时候 5B去服务 30分钟的时候 6A去服务 所以他每一个人 服务的时间都记下来 最后 把它做一个平均 得到5.67分钟 那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看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各位喘口气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谈到 如果这个银行经理呢 刚才的数据 去分析 他开一个柜台的话 那么平均每一个人 要等待5.67分钟 这时候他想 如果我开两个柜台 会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柜台甲 一个柜台椅 一样刚才的数据 5分钟的时候 第一个人来了 等待时间零 8分钟的时候 服务结束 两个柜台都空出来了 12分钟的时候 第二个人来了 等待时间还是零 因为他直接到柜台甲 13分钟的时候 第三个人来了 一样等待时间为零 他到柜台一 接下来 14分钟的时候 4A来了 那么他就要等待了 16分钟的时候 5B来了 也是要等待 17分钟的时候 这个4A 就可以到柜台甲 这个时候 4A他的等待时间 为三分钟 18分钟的时候 6A来了 对不起 是5B 可以到柜台服务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等待时间 是两分钟 依此类推 等六个人 都办完 他们的事情了以后 我们计算出来 他的时间 是1.33分钟 也就是如果你开 两个柜台的时候 那么平均 每一个人服务的时间 是1.33分钟 所以 银行经理得到 这样的一个数据 如果我开一个柜台 每一个人会等待 5.67分钟 如果我开两个柜台 这个每一个人 会等待 1.33分钟 那他就可以去判断 到底我要不要 我的顾客 容忍他 等待5.67分钟 当然这只是 从六个资料 他可以经过 很多天的时间 去累积 然后去模拟 然后这个时候 就可以找出 所谓的尖锋时间 跟非尖锋时间 那么尖锋时间 他就开多一点柜台 他可以保持 他的客户 能够等待的时间 就是说容忍等待的时间 比方讲5分钟 他就可以宣称 你到我这个银行来 5分钟 一定办完 你的业务 那这样就可以提高 他的服务品质 那这就是一个 我们用柱列 来模拟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我们用 很少的例子 很少的这个数据 我们讲解比较容易 那希望各位呢 从这样的一个讲解里面 了解到 他怎么样用柱列 那如果真正的 有一堆的资料 就比方说 你要去报名什么事情 那这个报名 到底要有多少个服务柜台 那你也可以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 来调整 你的这个策略 这是柱列的一个 应用例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谈 堆叠的应用 那堆叠的应用呢 我在这个地方 举三个 一个是中置识 转后置识 一个是后置识 一个是求职 一个是迷宫 那么中置识转后置识 这个地方呢 跟后置识求职 在上一个讲次 我借着我们从 堆叠的操作里面呢 用一个范例 让各位看到的结果 今天我再把这两个呢 比较细细的 来跟各位做说明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首先 我们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算术表示是 我们从小就学算术 那么算术表示是 我们细细的去看 它包含了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就是 运算的动作 我们就称之为运算子 比方讲A加B 那么加呢 是运算的动作 我们就称之为运算子 那么什么是运算员呢 运算员就是 运算的对象 加呢 是把A跟B加起来 所以AB都是 加的运算员 那从小 我们都会记得一件事情 先乘除后加减 换句话讲 运算有它的 优先顺序 各位看 为什么运算要有 它的优先顺序呢 各位看 A加B没有问题 因为它只有一个 加法的运算 那看A加B乘C 这个时候到底是 先A加B 还是先B乘C呢 那么从小我们学习的是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呢 因为我们把运算子 放在两个运算对象的中间 这样的表示方法 我们就称之为中置式 就是运算子摆在中间的方式 就是中置式 或者称之中置表示式 那如果我们用中置式的话 那又想要把B跟A先加 那我们就用括号 所以我们用很复杂的系统 去处理运算的优先顺序 不只我们要被 我们也要交电脑来处理 但是电脑很聪明 他说我不要用这种方式 我全部用后置式 也就是说我运算的动作 是在我运算对象之后 所以加法需要两个 那我就取前面两个 当作我的运算员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中置表示 是A加B 我就会转换成AB加 那么A加B乘C 我就会转换成ABC乘加 为什么 乘号会先做 那乘号先做的时候 它的乘法是B跟C相乘 相乘有这个又是一个数字 又一道加号 所以这个数字跟A再做相加 那你看看 如果我是用先加减 再来做乘C的动作的话 我就会转换成AB加C乘 那么我们在中置式把它转成后置式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一个堆叠 那么在上一个讲次 我们用操作上面跟各位讲过这样的一个堆叠的应用 那么为什么要用后置式呢 它有它的优点 后置式第一个 它运算的顺序呢 完全依照运算子出现的顺序而定 你先出现 我就先运算 很简单 所以电脑一定先帮你转成后置式 那么它不需要按照运算种类来定运算的顺序 不必先陈足后加减 那如果陈密呢 还是有其他运算 那都要定义都要背 那它也不需要用括号来指定优先运算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比较单纯 所以它只要先出现就先运算 这个就是电脑在用后置表示式 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中置表示式是我们的习惯用法 人类的习惯的用法 那我们用这个用法呢 要用电脑来算它的值的时候呢 那通常电脑会有两个步骤 一个步骤呢 它就先把中置式转为后置式 那么接下来呢 它就是用后置式来把值求出来 这就是这个电脑呢 在执行运算上面的一个程序 那么电脑经过这两个步骤以后 它就把值算出来了 但是很巧的 这两个步骤都会用到堆叠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也是用一个例子来 再来跟各位强调后置式求职的问题 那在这个地方 也让各位稍微休息一下 也让各位呢 能够时间去翻译一下 刚才所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说应该讲上一个讲师所讲的那个例子 来看一看 好 那么我们稍微休息 等一下再见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我们刚才谈到一个算术 电脑要帮我们算出它的值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步骤 一个步骤就是先把中置式转成后置式 一个呢 是根据后置式把它求出它的值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置式转后置式 利用堆叠 调整运算值的位置 它怎么去调整呢 会根据运算顺序 以及括号 各位看A加B 它只要遇到的是运算源 它就直接输出 我们也可以说 它就直接把它丢到一个这个注列里头去 然后遇到运算值 它就把它压入堆叠 所以运算源输出 运算源输出 所以是不是A B 运算值 它就加到堆叠里面去 好 这个时候 没有了 已经到最后一个 它就弹出 这个再把它放上去 所以这个就要变成A B加 很容易 对不对 那么A加B乘西呢 这个也一样 这个输出 然后押入堆叠输出 接下来遇到乘号的时候 它的优先顺序 如果大于堆叠顶端的 它就押入 否则的话就直接输出 所以就产生 它押入 押入以后呢 再弹出 堆叠就是 先弹出的 就是乘号 后弹出的就是加号 那么这个上一个讲次 跟各位介绍过 好 那么 如果是A加B 括号 遇到括号里面的 一定是先运算 所以先运算呢 它的优先顺序就最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变成AB加 就是AB先加 然后再乘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中置式转后置式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比较强调的是 后置式求职的问题 那中置式转后置式 各位可以用 课余的时间呢 再来多加练习 那我也在这个周刊里面呢 会再跟各位来做 这个部分的细节的部分 好 后置式求职 怎么来求职呢 就是依序读起后置式 如果遇到运算值 它就做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自堆叠中取出运算源 就是PUB的动作 第二 它就执行动作 因为它遇到了运算值 所以根据运算值 它来执行它的计算 第三呢 将结果压入堆叠 计算完毕以后 再把它压入堆叠 那如果它读到运算源呢 恶化不说 就把它压入堆叠之中 所以请记得 一个后置式 它一定只有两种 不是运算值 就是运算源 它不会像中置式 还有括号 所以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遇到运算值 做三个动作 遇到运算源 余力压入堆叠 这就清楚了 好 我们一样从这个动作呢 好 我看到的这个后置表示 是ABC除减D乘1加 你一看到就昏头了 对不对 因为这是电脑看的 不是你看的 我们不会这样子算 那假设A是10 B是20 C是5 D是30 E是40 那这个值是等于多少呢 好 我们就 你看 ABC除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碰到的是除号 所以是B跟C先除 B跟C先除 得到的答案是4 就把它变成T 所以这个地方 ABC除号就变成T T是多少呢 T是4 所以这个时候呢 A-T减号 一样这个呢 再把它整理一下 因为减号是A减掉T 所以A减掉T 是等于6 一样再压进去 这个T压进去 这个部分就变成T了 所以变成TD乘 做这个部分 那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一样 T跟D先乘 等于180 180再把它压进去 压进去以后 又变成一个T 所以变成T1加 那么T跟E相加 就220 所以最后T是等于220 那到最后 它堆叠顶端的 就是它的值 所以这个动作呢 常常考试会去考 这个部分 那有一些考试 也会考中字式转 后字式的这部分 那中字式转 后字式呢 我请各位多注意周刊 我会把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在周刊上来 让各位呢 从这个详细的说明里面 能够会做 因为这个都是 很容易去考试 考你了解不了解 这个堆叠的应用的这个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剩下的时间 我们做一个迷宫的 这样子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么迷宫基本上 它是一个尝试错误的过程 我进到迷宫里 通常是 我这边走走 那边走走 走了有路我就通 走到墙壁 我就退回来 所以遇到通路 我就押入 遇到墙壁 我就弹出 这个就是走迷宫的要诀 那么走到最后 由堆叠底端到堆叠顶端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所走的路径 这是迷宫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去走迷宫的时候 有一个概念就是尝试错误 所以如果说助列 最主要是排队 模拟排队的行为 那么堆叠也可以说 它可以运用来尝试错误 那么在课本上有这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迷宫 我要从这个地方入口 从这个地方出口 那我遇到53的时候 我到底要走52还是54呢 我可以做一个设定 如果我设定都是号码 比较少的先走 我就走52 走到这个地方了 发现没有了 全部都是墙壁 我退回这边再走54 同样的到达55的时候 如果号码少的先走 我就直接走过来 我就不会在这边撞壁 我就走到这里 25一样号码少的先走 我就走到24 又撞壁了又退回来 往这边出去 那这个过程 我一步一步的把它写成 筑列 这个堆叠的一个变化的情形 在课本的100页 建议各位可以看一看 一步一步怎么做 那这个步骤 事实上就是堆叠所产生出来的 那么如果各位去设计堆叠 然后设计一个迷宫 也可以自己走走看 看看走出来是不是如此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跟各位讲 那个有趣的迷宫 所以各位可余 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做个总结 对于筑列跟堆叠 它们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比方说它们都是抽象的资料结构 第二个它们都是线性的结构 所谓的线性的结构 就是它们有头有尾 就是排成一条线的 第三个它们都可以用正列来制作 第四个它们都可以用链接穿列来制作 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 那它们不同的地方 主要就是第一点 资料存取的特性不一样 那么last in first out 后进先出 这是堆叠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这是助列 一定要记得 这两个词一定要会 不会说学过资料结构 真的没人相信 那么第二个呢 制作的时候存取限制不同 因为存取限制不同 才导致存取特性不同 它怎么样限制呢 因为它是线性的结构 那注列呢 它规定你一定要在一端存另一端去 那存的一端我们称之为后端 取的一端我们称之为前端 那么堆叠呢 它一定是同一端存取 那这一端我们就称之为堆叠的顶端 那么关于注列跟堆叠这两种结构 事实上概念上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可是在运用上呢 是非常非常的广 那么我建议各位呢 经过这三个讲次的介绍以后呢 一定要对注列的特性 堆叠的特性非常的清楚 那么至于它的制作 到底要用什么制作 那么就请你回忆 正列的特性是什么 链结串列的特性是什么 这两个特性做出来的 结果有时候可以不必判断 满堆叠满注列 这是链结串列 有时候需要判断 那这个部分呢 也让各位呢 再做一些多一些练习跟复习 谢谢大家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